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YouTube频道 今天咱们来讲一讲 华为发布会一晚上只说了一句有用的 首先提出一个问题 华为9月25号的发布会到底都发了些什么 很多人说非常失望 全家统什么意思都没有 也有人在这尬吹 高级黑低级红 但是你说这个完全是一无是处吗 或者这个会里到底有什么是有价值可以去思考的东西呢 最后那句话还是值得去思考的 那么从一个多年从业者的角度上来看 唯一有价值人一句话就在最后了 华为在秋季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 宣布了鸿蒙生态的重要进展 华为常务董事终端BGCEO 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董事长余承东 表示鸿蒙4发布以来 短短一个多月 升级用户已超过6000万 成为史上升级速度最快的HomonyOS版本 同时他宣布全新鸿蒙HomonyOS NEXT 蓄势待发 鸿蒙原生应用全面启动 标志的移动应用生态的新篇章 讲这样一句话 首先我们把这句话拆开 车有些尴尬 为什么呢 因为他原来是终端BG的CEO和车BU的CEO 都是余承东 但是余承东前面喊着要造华为汽车 还在所有的华为专卖店里头 原来汽车的牌子改成叫华为汽车 这个事情沿起了很大的风波 甚至华为内部都在讲说 谁要敢去提造华为汽车 这个人就不适合继续在华为里边待下去了 那么才重新再把所有的专卖店里的牌子给它改掉 改成这个问界汽车 为什么一定要叫问界不能叫华为呢 因为华为希望去做操作系统 他希望把这个东西给所有的车厂都用上 如果他自己已经成为华为汽车 相当于什么 裁判员下场踢球了 那剩下谁跟你踢呢 没人听你踢 自己打分自己当裁判员 余承东已经不再是车BU的这个CEO了 他已经是车BU的董事长 其实董事长就是 虽然有很高的荣耀 但是呢真正管理这个团队的并不是他 那你说董事长应该比CEO高啊 这个还是第一个看县官还是县管 第二个 你华为集团下边的一个部门 你要董事长干嘛使 那上头还有人老爷子呢 所以车的位置呢 稍微有些尴尬 现在呢号称订单不少啊 在华为发布了这个Mate60 Pro以后 号称已经攻克了芯片卡脖子之后 很多人说这个我们要去买华为汽车 其实真的要买华为汽车 华为可能也就真赚到 但是你再怎么买 你手机是几千万台 那车你能卖掉一万台吗 到现在他也不敢吹牛说 我卖了几万台车的 因为造新车的这帮人 基本上就要月销一万辆 这是一个坎儿 你过得去过不去 分界有些月份是能过月销一万辆的 但是大部分月份都不到 最近啊 就到今年 有很多月份 一个月大概就卖个一两千台 那么车到底卖出多少去 不知道 那么一个月更新六千万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 因为他讲了说鸿蒙4啊 Harmony OS4 在发布以后一个月 更新了六千万设备 是我们所有鸿蒙系统里的 更新最快的 那么到底有多少鸿蒙设备呢 2021年的统计是 2.2亿台 然后2022年年底 这都2021年年底啊 2022年年底的统计是3.3亿台 2023年8月公布了一个数字 是7亿台 苹果跟安卓本身升级速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苹果天天叫好安卓 苹果IOS操作系统 一般升级以后48小时 大概全球的用户 百分之八九十就都升级了 而安卓版本 就是谷歌那边是升级了以后 一年大概能升到百分之六十啊 或者升不到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五十多吧 安卓就已经偷着乐了 所以苹果每次都出来笑话安卓 现在呢 鸿蒙7亿台设备 还是要短短的一个多月 升级了六千万 这个不到百分之十啊 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 还值得他出来非常骄傲 那么这个是怎么来算呢 鸿蒙这7亿台设备都是什么 手机在里面到底占多少 应该手机占的部分是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 但是呢 华为并没有出来公布 说我到底有多少手机 因为这就是华为手机销量嘛 现在这遮羞布是不能扔的 另外呢 还有一些叫高度智能设备 当然这个占比到底有多少也不知道 什么叫高度智能设备 电视 电视其实里面整个的 就除了那屏幕特别大之外 就是个手机 手表 手表其实功能也算是比较完整的一个设备 平板 这也类似于手表 还有呢 就是音箱 华为智能音箱 这个号称也是鸿蒙系统 汽车 对吧 但是你说鸿蒙到底能有多少辆汽车呢 十万辆 撑死了二十万辆 也就这样了嘛 因为他一个月卖不了一万辆 可能也就是十几万辆 这个水平吧 那么低端智能设备是什么 比如冰箱洗衣机 空调 就这种设备呢 里头也装骨模型 所以这七一台设备里头 都是什么 大部分的可能是冰箱洗衣机 空调 微波炉 电饭锅 什么电风扇 全是这玩 这是七一台 六千万台设备会升级 对吧 什么是设备会去升级这个事呢 有些强制升级的这种互联网设备 智能设备 它是会去升的 什么意思 有些设备就设好了 说我自动升 有新版本我就升 这部分肯定就升级了 但是这一部分设备呢 低端智能设备好多是不升级 为什么 数量太大 你万一升级了以后出点问题 有个毛病拦了屏 或者说不工作了 你咋办 难道说你再去叫维修工程师上门去给你弄吗 因为这种设备一旦是升级失败了 就很难进行远程的解决 就是你要派人到现场去的 这骑一台你派现场去 你派多少人 这事是不可能的 有一些好事者 有什么新版本我都要用 像我就属于这种 也是有新版本我都要去用的那种 那么它的手机平板 汽车电视之类的高能 高级智能设备呢 也就会去升级 这个是一部分 真正那些觉得华为手机好的人 可能是从来不升级的 我见过大量的老年人 使用华为设备 升级不升级 原来使得好好的 其实这个呢也算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因为每一次升级了以后 你都还是需要处理半天 对吧 这个兼容 那个不兼容 哪个应用不能用了 所以华为这个短短不到一个月 升级了不到10%的设备 它的升级的比例 比安卓的那个升级比例 还要差的一个情况 现在被作为一个 可以吹牛的数据拿出来说 很多数据 如果你给外行说 你就会觉得 哦这个好厉害 而且叫短短不到一个多月 对吧 到底是 就应该是 比如说59天 或者是60天 因为有一个月31天 都叫短短不到一个多月 征集了不到10%的设备 6000万 可能有些人就觉得 咱们把它拆开了 就讲 就这 那么亮点同时也是 槽点是什么呢 鸿蒙原生应用 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全面启动 这是一个 整个发布会 其实就在最后说了一句话 大家去琢磨 说哎呀 这个好厉害 鸿蒙原生应用全面启动 标志着移动应用生态的新篇章 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对啊 为什么这么讲 华为呢 经常喜欢把话一说一半 我说完一半以后 剩下一半干嘛呢 让大家去猜 或者通过一些非官方渠道 放出一些遥遥领先 啊 我很厉害了 自己也不出来辟谣 让傻子们自己去意淫 就干这种事情 那么这句话 后边到底带不来了什么意思 知乎上有一篇文章 讲了说鸿蒙5.0 现在再跑的是4.0吧 它所谓的HomonyOS Next 就是鸿蒙5.0 会移除AOSP AOSP是什么 叫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就安卓的开源项目 它要把这个项目移除掉 那移除掉以后呢 你就只有是鸿蒙原生的应用 才可以在这个情况上跑 原来的那些安卓应用 它上都跑不起来了 很多人在讲这个 说啊 鸿蒙走这一步 真正的要摆脱安卓了 官方呢 绝对没有正面的说过这件话 但是也绝不会出来批驳 因为我昨天为了验证这个事情 还四处去搜索了一下 我说到底有没有官方 或者余生东本人 去说过这话 说鸿蒙下一个版本 要移除AOSP 不再兼容任何安卓应用了 没有 当时大家在这猜 或者从知乎上某一篇文章 开始猜 说鸿蒙厉害了 下一个版本不玩安卓了 大家就出来开始移淫了 就像当年的这个 苍结编程语言一样 从华为出来 开了个发布会 说我在做了编译器以后 我现在要开始做一个新的编程语言 苍结编程语言 就讲了这么句话 走了 完了以后一般人说 哎呀这个苍结 苍结造姿啊 那这个编程语言 一定是用中文写的 这个事呢 我还跟人去吵过架 跟以前华为员工去吵过架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出来辟谣 他们就在那窃喜 说我为什么要出来辟谣 我又没有说假话 我也没有出来说 苍结是中文编程语言 那我出来辟谣的目的是什么 没有任何好处 他说我们并不觉得 有人因为这个事情 就购买了华为设备 我们就在这赚这个便宜 我自己还在这卖乖 说这不是我说的 你们自己瞎猜的 跟我没关系啊 这就是华为一直在处理 这种事情的一个方法 我说话说一半 剩下的你们去猜 甚至比如说像现在 鸿蒙OS5.0 去掉OSP这个知乎上的文章 到底是不是华为的人发的 不知道 对吧 但反正他最后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那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媒体 鸿蒙全生态 为什么让人惺恨 为什么大家一说这个事 就浑身颤抖 这个又不像参加的编程语言 对吧 纯中文编程语言 虽然这是个很扯淡的事情 有妖怪 这个行业里头有一个妖怪 那么这个妖怪是谁 那是苹果 苹果呢 就是全都是封闭的自己的生态 iOS Mac OS iPad OS 什么TV OS iWatch OS 包括汽车的OS 还有后边的这个Vision OS 对吧 眼镜上的东西 就是苹果全都是自己的 你想在这个上面写应用 你就老老实实的 买苹果的全家桶 你还不光是要用Xcode去编译去发布 你要去买这个苹果的这种开发者账号 你还需要干嘛 你还需要苹果电脑 你没有苹果电脑 你就干不了这件事情 因为全套的编译系统全都在苹果上 苹果就说 那咱们 你想在苹果上做开发 你想给苹果开发应用 对不起 你必须要买苹果电脑 用苹果的开发工具 买苹果的账号 从头到尾全都是封闭的 跟谁都不兼容 华为准备走这条路了吗 为什么让人兴奋 说华为真的要向苹果生态走了 全封闭 这未必要全封闭了 完全自己的一套系统 不和任何人兼容 这个都是别人来兼容苹果 或者说以后都是别人来兼容华为 大家很兴奋 而且做这样的事情以后 苹果这么多年 收MFI的认证费 每年大概也是收多少亿美金回来 可能几十亿美金回来 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原来苹果那个lighting那个头 你把这个头做完了以后 说这是苹果标准 你要想把这个线做成这样 你就必须要到苹果来做认证 每一个认证的授权 我都要找你收钱 也就是到今年iPhone15 才说给你换Type-C 对吧 这也是在欧盟的强力要求之下 说你再不换这玩意 我不让你卖了 那么苹果说那我换吧 换成Type-C 否则的话 它给MFI的钱可以一直收下去 华为呢 现在肯定也想搞自己的小圈子 这也就导致华为的Type-C的线 在苹果上不认 对吧 就是它走的是另外一套标准 又不是说苹果歧视华为 苹果只要是标准的Type-C的线 就是你符合USB标准的 它都能用 而且苹果呢 每次都是逆潮流而动 别人都选什么标准 它一定换 每次还能赚到 比如说吧 最早的时候 我们开始用USB接口的时候 苹果说我不用 我要用一个更贵的 因为你更贵了 才可以做更多的这种设备操作 更有更丰富的协议在里边 速度更高 这个接口更贵 对吧 整个的配件都会更贵 当时在做USB接口的时候 它说要什么呢 它做的那个东西呢 叫火线接口啊 叫1394 那它跟标准的这个USB有什么区别 标准的USB就是说 它其实里边的协议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但是呢 1394呢 它这个协议就很丰富 对吧 你USB的设备你插上以后 我需要在电脑上再重新装一些驱动程序 我才能使用这个设备 1394是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一套驱动的 它可以直接驱动什么摄像机啊 它可以驱动很多这样的东西再去工作 而且传输速率很快 他不 我要换一个 但是最后1394被淘汰了 因为PC不支持 对吧 后面啊 我们开始上Type-C的时候 它做Lighting 其实Lighting要比Type-C早 那么做完这些东西以后 说我Lighting的速度比你快 这个可以正反差啊 没有方向 后来Type-C说 那我也学 我也没有方向啊 正反差都可以 对吧 但是Lighting一直是坚持到现在 特别在Type-C已经进行了快速的发展之后 它依然说我就不改 我就生这么干 啊 这个Type-C最后加了些什么东西 比如说 这个叫PD充电 对吧 它可以在一条线上 用这个5瓦 10瓦 20瓦 30瓦 50瓦 100瓦 120瓦 甚至更高的这个瓦数 进行这个电力传输 进行能源传输 对吧 这个Lighting说我没这能力啊 但是我就这么迟了 可以进行高速的这个数据传输 Lighting本身的速度是很慢的 因为它基本上是USB2.0的一个速度 应该是480兆每秒啊 大概是就是0.5G每秒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到了这 Type-C以后呢 因为它后边有这个USB3的很多的协议在里边 啊 它可以达到多少呢 可以达到5G 10G 现在我们看啊 USB3.1 基本上是5G USB3.2是10G 苹果还出什么呢 苹果还出了一个叫雷电的接口 雷电接口是在 长得像Type-C是一样 但是里边的协议呢 是稍微有一些差别 这个雷电接口就是可以进行更高速的充电 走更高的这个功率 然后呢 可以进行非常高效的 数据传输 可以传到40G每秒 现在有很多人管这东西叫USB4.0 这个雷电接口里面还是可以什么呢 直接进行DP 叫DisplayPort的这个协议 直接驱动一些非常高分辨率 高刷新率的显示器 苹果说我再玩个新的 但是这个接口的样子 跟这个Type-C一样 我只是在里边走的 协议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买这个PC的笔记本 经常会看到一个配置是什么 就我这个PC笔记本里 它有一个口是雷电 剩下的口 虽然长得也是Type-C的样子 但是呢是这个USB3.2啊 大家也觉得这个口很好用 因为当时做雷电接口的时候是 苹果出MacBook Air 那个整个那个电脑上只有一个接口 对吧 那一个接口 你想要去做其他的拓展 你必须要用这个拓展仓 从这个接口里来接出来 你就这个接口 实际上大部分的时候是啥都不接的 你就报个电脑四处跑 当你需要去用一个 什么设备接上去的时候 可能也是快速插上 快速就拿走 对吧 不是说这个像材势机似的 我们把电脑接上 然后气质咔嚓一带堆的线 这个都在上面接着 都在上面用 苹果呢 每次选的都是很小众的这个协议 甚至他自己强推一些协议 推完了以后 也就这样了 对吧 这个他能够挣到这笔钱 其他PC的走其他的接口协议 我不跟你们去掺和 我走我自己的 这就是苹果干的活 任何人做标准还绕不过的 因为他量大 这个W3C 你说我现在要做很多外部相关的标准 我没法绕过苹果 多媒体试听 比如MP4啊 或者所有的这些东西 苹果上都是有专利在手里的 你必须要跟他在一起 才有可能把这个标准做出来 然后智能家居 现在很多做智能家居 智能音箱 相互操控的这些协议 苹果也必须得参加 你绕不过他 那么华为能走通苹果这条路 就大家这么兴奋说 哎呀 华为终于要走出独立的路来了 甚至还有一些恬不知耻的人上来说 操作系统三大阵营 苹果 安卓和华为 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基本上是一个吃人说梦 为什么这么讲 你封闭确实是挣到了封闭的钱 但是前提是什么 就是你要人家那个开放那笔钱 你是挣不到的 而且封闭见效这件事呢 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等待的 你必须要等 你不能说我今天开始宣布封闭了 然后马上就开始挣着钱 你可能封上以后 你需要过个五年十年 你才能慢慢的形成自己的体系 才能把这钱挣出来 华为呢 其实是没有那个时间的 对吧 他也不敢封闭 所以现在呢 还在讲说 我们要独立成为生态环境 但是我们还是要开放 对吧 现在讲的话就很矛盾 现在的手机呢 其实并不是由硬件厂商定义的 以前手机是硬件厂商定义的啊 苹果当然确实是定义了手机 但是苹果是同时是软件上和硬件上 而且苹果其实 它不光是出操作系统 苹果出office 出各种这个视听剪辑软件 出很多的开发工具 什么都出 苹果真的是从头出到尾的 那么一公司 那么现在的手机是由谁定义的 是由这些超级APP的互联网大厂定义的 腾讯 媒塔 谷歌 谷歌当然它除了定义安卓之外 它还有大量的什么谷歌地图 YouTube 什么这样的东西 它都在定义这个手机 所以现在你是绕不过去的 大家想想 如果微信 whatsapp facebook这些软件 都不知是iPhone了 那么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东西 苹果这么多年来 可以走通 说完全封闭 自己整一摊这个事情 也是当时那个时间点 你到现在 你让它再重走一遍 它走不通了 待会我们来讲讲 为什么啊 那么 现在这些超级APP厂商 他们跟华为的关系好吗 咱们不说媒塔和谷歌了 咱就是说腾讯 国内这些腾讯 百度和这个字节跳动 包括像美团 这些超级APP厂商 滴滴 他们跟华为的关系好吗 咱们只能说呵呵啊 这里头很多各种 一恩怨情仇在里边待着 那么 为什么说苹果 那个时候是可以走通这条路 而华为就走不通了 那个时候是什么呢 苹果在走这条路的时候 它的压力要小很多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互联网搭厂 对吧 那个时候都是客户端软件 就是office photoshop 加上什么 vis.net 当然好像没有vis.net 就是visualstudio 这种开发工具 Darfe这种开发工具 你要用一个电脑 它就是一整套这样的 除了操作系统之外 一大堆的软件 它是这样的 都是客户端软件 客户端软件 你不兼容我怎么办 我自己做一遍呗 所以苹果就自己做 对吧 有苹果操作系统 它就ibox 叫page number 然后那个叫keynote 对吧 就我们相当于word 这个excel和这个powerpoint 对吧 我自己做一遍 各种图像编辑软件 我自己做 视频编辑软件 我自己做 甚至我做的比你还好 我的音频编辑软件 我的开发工具 Xcode 我自己做一遍 那苹果等于 我可以闷着头来 你不跟我接受 我就自己做一遍 他可以干这样的事情 那么现在就不行了 现在呢 这些软件 你是没法自己做的 你就是qq 微信 说我自己做一遍 别开玩笑了 微信的核心价值是 那个客户端软件吗 不是啊 那么微信的价值是 服务端的这些服务器 是这些东西 也不是啊 那微信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是微信的上面那些用户 微信上面那些数据 这个是核心价值 就是任何人 你说我的技术有多好 我愿意砸多少钱 你是砸不回来这件事了 所以为什么说 现在是互联网大厂绑架的时代 你让苹果现在再重新干一遍 说我全来一遍 然后做封闭系统 做不出来了 对吧 现在你说我先 呃 华为 我现在做封闭系统 呃 我这个 封起来以后 微信不跟我兼容吧 我自己做个微信 其他人啊 这个滴滴打车 你不跟我兼容吧 我自己做个滴滴打车 这事行吗 你做不出来了 对吧 你接算做得出来 你能有那微信的用户吗 你能有微信的数据吗 你没有啊 所以现在呢 已经没有机会了 那你说 华为现在完全搞不定吗 也不能这么讲啊 大家这人这么兴奋 自己搞这个事 也不能完全这么讲 他可以干嘛 以利破巧 虽然这些超级APP的厂商 跟华为的关系并不好 但是呢 可以直接拿爱国来压嘛 说微信啊 你不出华为的版本 不出红红的版本 你就是不爱国 我去鼓动大家去骂你 这个事他是可以去干的 就像原来去出5G通信标准的时候 他去骂联想似的 你居然敢不支持华为 你不爱国了吧 华为本身设备很少 对吧 因为华为手机 其实现在已经在Other里头了 什么意思 就是前五名 比如说小米 iPhone Opo 微华 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 比如一家或者什么的 华为是在那后边 在其他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说微信 你必须要去支持 这 鸿蒙系统 那你说微信干不干嘛 就算是干了 对吧 我花了一些精力 花了一些时间 把它做出来了 又能怎么样 曾经有人干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就是微软 原来干过 说我微软 出了一个移动的操作系统 这个以前有WinCE 在IOS和安卓出来以后 微软说我要再干一次 出了这个Windows Phone 出了那个操作系统以后 也跟大家打招呼 说你都来给我做应用 我这个是微软 我很厉害的 对吧 也有很多人给他们做了应用 但是这些应用就是bug特别多 非常非常多错误 为什么 因为你毕竟第一次做 不熟练嘛 用户量又小 那你用户量小的时候 他整个团队里的投入的资源 投入的这个人力物力就会少 那么你出bug是很正常的 发现始终外不了那么多 那他这个团队一直就这么小 你想让他把这个bug改掉就很难 所以鸿蒙就算是微信 真给他做了 可能也是那种千装排孔的系统 而且你说你升个级啊 我为什么要升级 你又不给我钱 凭什么 就这么点用户量 这么点设备 而且这设备上可能使用 鸿蒙操作系统的人 老年人居多啊 这些人商业价值也不是那么好 这些而且鸿蒙的设备 可能打个游戏还费劲 因为你最后没法打游戏 那这个广告价值就会下降啊 虽然微信你说 我们在这么多手机上装都没有钱 因为大家在上打游戏 大家在上头去买东西 大家在上头去点广告 这个是有价值的 鸿蒙系统的这些用户 肯定收入都不低啊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他打游戏吗 他买东西吗 这个才是互联网的价值 当然了 这个如果坚持的足够久啊 你说华为从今天开始 闭关锁国啊 内循环 我就不跟别人打交道了 你们愿意跟华为兼容 你就来 不愿意跟华为兼容 你就滚 你不愿意这个给华为做鸿蒙版的微信 大家就这个为了爱国就可以不用微信了 这个也可以啊 但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去积累啊 这个过程会更加痛苦 那么华为到底愿不愿意忍 那么华为到底在干嘛 大家兴奋了半天啊 说华为要成为第二个苹果了 要跟苹果和安卓三足鼎立了 要华为苹果安卓啊 我们在其中占一个位置了 那么华为真的那么傻吗 没有啊 华为非常聪明 但是呢 即使再精明的华为也快要穿帮了 什么意思呢 每一次呢 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 放出来以后呢 就引人遐想 引起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啊 这是华为最擅长的事情 甭管是前面的中文编程语言 还是这一次的 HomeOS的Next 我们把AOSP删掉 对吧 让你只能做鸿蒙的原生应用 还是说 其他的华为这么长时间 放出来各种试试微微的东西 比如说那个芯片到底谁做的 到底有没有5G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多个核心啊 这是华为经常干的事情 如果能够把吹的牛补上呢 华为肯定会使劲往前怼啊 这没什么好说的 但如果这个牛皮吹破了呢 这个事再也不提了 就是华为的就是这么干的 比如说前面咱们讲那个 苍结编程语言 那么他把牛皮吹破了 中文编程语言 这事远不上了 这谎 我就不提了 他永远不会说 你们说错了 我从来就没有说过 我们要做中文操作 这个编程语言啊 都是你们瞎猜的 我这个就是一个英文编程语言 他不会讲这话 他以后再出什么新的编程语言 或者说 做一些这种调整以后 他就不说了 这东西就不叫苍结了 这个苍结编程语言 这个名字就会在人们的记忆中 慢慢的淡忘掉 这个东西永远不会再有的 这就是华为处理这个事情的方法 但是呢 如果你吹的牛实在太多了 或者说引起了太广泛的关注 比如说 你这个芯片到底是谁做的 再不说出点惊天地 弃鬼神的来 大家就有审美疲劳了 我都说出芯片来了 那你下一次是不是就该 做可控核聚变了 该做一点常温超导什么的了 这个牛呢 已经圆不上了 大家看发布会说 你这芯片到底谁做的呀 到底有没有5G呀 那5G的这个卡脖子 到底怎么弄的啊 这个到底是7纳米 还是怎么回事啊 7纳米到底是怎么突破的 实际上都指望他说这个了 对吧 人就没说 然后等着里面 我把它忘掉 现在就只能这样 那么现在在牛圆不上的情况下 只能说我再吹点别的吧 你看啊 这个前面这事咱不提了 咱们再说点别的 封闭系统内循环 这个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 华为呢 大概率呢 也只是说一说 但是没法认真去做的 这个整个华为 9月25号发布会里边讲的东西 他们说我们要做内循环 我们要做封闭系统 我们要跟别人去脱钩 但是这种话都是吓人的啊 这个甭管是华为 这样的一个公司说的 还是一些其他 什么样的组织和机构 来说这个话 现在这个都不可能实现 这个到底能够做到哪一步 或者有多少人愿意相信这个事 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 好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 感谢大家收听 请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discount讨论群 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 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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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